看到沒有 咖雅 下雨會失掉 失掉我會跌倒 你好 我是李貓 我們今天要來 LuLu 我們今天要來吃最好吃的吐司 Gaia吐司 因為我唐姐還有唐弟他們 LuLu 有看到我上次那個影片 LuLu 不要 NiZer影片下面也有很多人來留言 然後告訴我應該怎麼做才好吃 所以我這次要用比較好吃的方式 來做Kaia吐司 那我先來介紹我們今天準備的東西 有一瓶優酪乳 優酪乳是我無聊的時候喝的不是食材 有一個奶油 吐司 Kaia吐司 不然沒有 吐司 今天的Kaia醬跟上次不一樣 聽說是特別去買的 我給大家進看一下 傳統香草 焦糖 Kaia醬 最好吃的Kaia吐司做法 首先 吐司 我們要切邊喔 因為乳在那邊會擋到 所以我拿來這邊 切下去的時候要喊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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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有沒有感覺到比較好吃一點呢 我們用兩片來做 就可以把它夾在一起變夾心吐司 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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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上次是直接塗Kaia醬 這是不是 上次是錯誤示範 很多馬來西亞的朋友們都告訴我們說 黎貓你都是錯的 不可以傳遞錯誤的知識給大家 所以我們要先拿去烤喔 給它 進去 給它火力全開喔 好 那我們就拿計時器 給它計時個 7分鐘好了 那這7分鐘我們要幹嘛呢 不然我們就來看 上次那則影片的留言有什麼好了 最常見的Kaia吃法就是 抹在吐司或包在包子或饅頭裡面 會很好吃 說黎貓你可以試試看 把兩片吐司拿去烤 塗上Kaia醬 在中間夾上奶油 看到沒有 奶油 他說你還可以點半熟蛋 類似溫泉蛋 因為馬來西亞那邊好像有一種吃法 是吃那種 半熟蛋 上面會撒一些胡椒粉 前幾年有去馬來西亞 我們是做的是亞航 然後上面會有一個食物 是他們的當道地美食 叫 辣死你媽 為什麼叫辣死你媽 因為它是馬來文的英義 馬來文叫NAS LEMON 再跟我唸一次NAS LEMON 我不知道我們唸的 他說身為一名馬來西亞人 我認為Kaia和牛油混在一起 非常好吃 請記得先烤吐司 我烤了 一個小女生說 感覺有點抱歉 因為看影片的前幾個小時拉肚子 看到Kaia醬的顏色 反射性想到某種稀稀的玩意 我說 笨蛋 看完了菜圖Kaia 響了 來了來了來了 出出脆脆的聲音 有沒有 這就是脆的感覺 那我們趁這個趕快塗上Kaia醬 Kaia醬要開箱啦 它開箱啦 真的很像肚子痛的那種顏色 有沒有感覺到Kaia在唱歌 你聽到嗎? 給它塗滿滿滿的 人家說兩片都要塗喔 好香喔 重點是這個 奶油醬 加上去囉 趁熱加趁熱加 一前一後剛剛好 這個就是最完美的做法 醬音樂請下 把它蓋在一起 加壓 那我要為大家試吃 兩面烤過的吐司 兩面都各塗上咖啞醬 中間再加上奶油 會變得怎麼樣呢? 這一口沒有咬到奶油 這樣烤比較好吃耶 因為它吐司是脆的 如果像上次我這樣烤的話 吐司就會黏著咖啞醬 就會黏黏軟軟 你看 奶油 是奶油本人 嗯 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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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怎麼這麼棒 加奶油 好那如果 喜歡這個影片 幫我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 醬醬醬醬醬醬醬 掰掰 奶油 好可愛 是奶油 拜拜